哈囉大家好 我是羅好吃 嗨 我今天又要來開箱了 我們家小波每次開箱的時候都很喜歡來抽熱鬧 搞得我很忙耶 你等一下啦 他對於箱子的東西都非常好奇 於是所以我們每次開箱呢 他都喜歡來抽熱鬧 哇 你找到做什麼 我跟妳講 我們家這個桌子就是太矮 就是缺點 他每次都喜歡卡到上面來看我們開箱 我們今天要開的是什麼呢 登登登 又是主菜的東西 這是什麼 多功能 轉烤鍋 距離上次開箱 主菜的東西已經是中秋節了 中秋節的時候呢 我開箱了一個就是烤盤 那個烤盤可以做章魚燒 這次的轉烤鍋又不一樣了 據說在韓國 去年度熱銷了100萬台 為什麼呢 因為他聽說可以再去錄影 很方便 露營的時候呢 可以裝在那個卡四爐上面 在家裡直接放在瓦斯爐上面 不會煮菜也可以變成大師 他的外型就是長這樣 轉烤鍋 你看他很愛哭耶 不給他看他就哭 我們現在來開箱吧 等一下啦 好的我們現在要把我們這個多功能轉烤鍋打開了 我女兒很熱情的想要幫忙 看看他 你看看他 好我現在要來打開了 巧虎不小心入鏡了 我先把巧虎挪開 好 我們先打開看看他是怎麼一回事 為什麼他在轉烤鍋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也是跟你們一樣第一次看見他 這是什麼啊 我覺得他應該是 他的 外出袋 可以攜帶的袋子 可見他真的很適合露營的時候帶出去 OK這個待會再裝給你們看 我們先把它打開來看看長什麼樣 這個呢 一貫的都會附一個說明書 這叫做伯格爾360度轉烤鍋 他告訴你怎麼安裝 哇還有食譜耶 夜市烤玉米 還有爆米花DIY 黑胡椒鐵板炒麵 BBQ 燒烤烤雞腿排 OK骰子牛佐洋蔥 看起來很厲害 路人甲都可以變大師的感覺 那我們現在把零件全部打開來看看 這個看起來是可以接油的東西 OK我猜的啦 我先把零件拿出來 看一下主體長什麼樣 這是什麼東西呢 我們待會按裝就知道 主體是長這樣 它是紅色的 哎呀 天啊 我女兒真的很熱情 又不可以不給他幫忙 不然他又在那邊哭 咦好像開完了 你在幹嘛啦你小心一點啦 OK這就是他的主體 這個地方是可以把蓋子鎖住的 因為他會轉 我猜他應該是扣住蓋子 所以他把它打開過後 這裡 裡面還附一個東西 這應該就是他的一些配件 我覺得我女兒想要爬到箱子裡 有點危險 我現在要先來讀書 小朋友 你跳到箱子裡面幹嘛呢 你說說看 你在幹嘛呢 嗯媽咪在開箱 你總是要湊熱鬧 那你就在這裡乖乖待著好不好 看我女兒開到一半 她已經躲到箱子裡面 現在這個年紀的小孩子 好像特別喜歡躲在箱子裡 好我們剛剛開到一半 我現在繼續打開 好我剛剛拆到一半繼續看 這個蓋子打開過後呢 是長這樣 是空的 不過他裡面裝了一個這個 袋子裡面還有一些東西 我看看是什麼東西 噢 這好像是他的底座的東西 所以他是為了方便攜帶 這個東西是直接放到這裡面 所以讓我們外出的時候 可能方便攜帶 不要再想 我們現在先把它安裝看看 袋子的部分先留到旁邊去 然後他要怎麼裝呢 這是他的主體鍋 這兩個是他的可能是底座類的東西吧 看一下這樣子比較清楚 那我們把它安裝起來 這個應該是他的接那個油的盤子 其實他安裝就很簡單 就是把這個打開 打開來過後呢 這個盤子是豆到這裡面 就接他的那個油 那他的油會從哪裡出來呢 這裡有一個孔 我剛剛研究了一下 這裡有一個孔 也可以不要讓它流出來 或是有讓它流出來 這可以選擇把它塞起來 對 就是這麼方便 然後這個蓋子在轉的時候 可以推進來 推進來的話 他就可以鎖住他的蓋子 那我們要怎麼裝呢 這裡有一個箭頭 插到這邊 然後 插上去過後 這個地方是他的那個 啟動開關 旋轉開關 那後面是長這樣 這裡應該就是裝電池的地方 沒錯吧 所以其實他的 整體其實是很簡單的 插下去 這邊應該是有一個線 是不是 也可以充電呢 先把它裝好 然後這裡有兩個輪子 它的底座這裡有兩個輪子 應該是讓它 轉動的比較順的 然後這裡應該是 卡住鍋子讓它轉的地方 那我現在把鍋子插上去 為了怕它的蓋子會掉下來 我先鎖住 然後呢 它後面這裡有一個洞 這個應該就是 塞到它這一根桿子上 它這裡有一根桿子 我們來看一下側面 它側面是這樣 這裡有一根桿子 然後這裡有一個洞 我們把它插進去 插進去 插進去 OK啦 感覺這樣子是辦完成了 不過我覺得它應該是 低油的洞應該是要朝下吧 不然怎麼低油呢 不過它是會旋轉的齁 所以我們現在先裝電池下去看看 它旋轉是長什麼樣 GO 好的 接下來裝電池 電池裝進去 啾啾啾啾啾啾啾 咕噜 裝上電池後呢 我女兒又出現了 看看它怎麼開啊 然後這裡有一個鎖 把它鎖上去 就把這個 主機鎖 固定在這邊 有一個螺絲 剛剛沒有講到 我們的電池已經裝上去了 已經裝上兩顆 三號電池 這裏是開關 它的開關 然後就是這樣子一轉 嘿嘿 我們這個烤鍋爐就開始旋轉了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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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酷啊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可以烤些什麼東西呢 它這上面有附一個食譜 由於我們家的食材目前就只有小寶寶最愛吃的玉米 感覺是最高難度的 因為它要15分鐘 爆米花只要6分鐘 鐵板麵9分鐘 烤雞腿白只要10分鐘 我們先挑戰我寶寶愛的玉米 怎麼做呢 很簡單 準備3隻玉米跟醃料 醃料我就直接帶過 做法就是要沾滿醃料 寶寶在哭了 我現在先來直接做 好的 我現在要來先準備烤玉米的醃料啦 醃料要準備什麼呢 自己有個人自創的配方 海鹽跟這個蒜味的胡椒 這在Costco都買得到的 相信很多人家裡面的廚房已經有這些東西 就不用另外買了 然後呢 蒜油 醬油 夜市的烤玉米怎麼可以沒有醬油呢 蠔油 好 現在因為我臨時找不到我的刷子 所以我要把這些東西全部弄在這個玉米上 我準備了一個盤子 盤子的話它比較好 因為我轉一轉呢 它就可以沾滿我想要的料了 那我的玉米是去Costco買他們的水果玉米 現在先把我要沾附的料先倒上去 開始 首先我先把這個 又先弄上去 現在有 夜市的烤玉米感覺都比較重口味 我會不會下手太重 好 然後這個很香 是蒜油 登登登登登登 哇 這個好像有點多 然後呢 我們把它轉一轉好了 轉一轉 比較均勻 因為我沒有刷子 臨時找不到刷子 現在先把它轉一轉 轉一轉 在玉米身上有 醬油 待會我們的胡椒會比較好上 在它身上 那它的做法呢就是 第一階段我是先 大火烤三分鐘 然後呢 大火兩分鐘 然後中火三分鐘 停止旋轉過後呢 把玉米夾出來 我們還要補醬料 接著再烤五分鐘 補了兩次醬料過後呢 最後五分鐘 小火就可以收工了 就像我們去夜市買烤玉米 也是等很久一樣 所以15分鐘等烤玉米 一次烤三隻我覺得OK啦 至少我們不用去夜市買 弄得灰頭土臉的 自己在家裡就可以烤 夜市口味的玉米啦 好的 我現在已經沾附了醬料過後呢 我要把海鹽跟胡椒灑上去 好我先灑上海鹽 這一面先轉一些海鹽 然後我要翻面 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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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啾 我是覺得最好家裡面有刷子比較好使 或者是你們如果去露營的話 帶這個旋轉烤鍋的話 應該也可以順便去買一隻刷子啦 應該不會太費時 好然後灑上這個我覺得 實在是太百搭的這個 蒜香胡椒粒了 這個真的很好吃 弄什麼都好吃 好翻個面我們再灑上胡椒粒 好了我們趕快下去烤囉 好啦我現在已經先把這個旋轉烤鍋放在我的 這叫做瓦斯爐上面了 然後我現在要開始烤我的烤玉米囉 好我現在先把這個旋轉烤鍋的鍋蓋拔開 好啦我現在把這個烤鍋已經安裝好了 我覺得它非常方便 就是剛剛我們裝好過後 直接把它放在瓦斯爐上 它這邊還有一個就是 能夠契合瓦斯爐的一個洞洞 所以我覺得在家裡自己安裝並不難喔 好我現在要把我的烤玉米放進去了 我剛剛準備好的烤玉米 丟進去 一隻 兩隻 三隻 烤玉米 好的 然後把蓋子蓋起來 嘿 蓋起來我一定要把這個鎖起來 因為它是會轉動的 這個我覺得是安全問題很重要 然後我們開下開關 轉 我是先試轉啦 因為 我還沒開火 好我要來開火了 先大火烤 大火烤 大火烤 大火 哇好酷喔 所以如果我們去外面 露營的話呢 這個瓦斯爐的部分就會變成卡式爐 然後我們的玉米它自己就會滾動 其實它這個鍋蓋上面有氣孔 它就是有排氣的功能 所以在家裡用也不用擔心 在戶外用當然就也更不用擔心 那烤玉米它自己會翻轉 然後我們就先大火計時兩分鐘 待會中火三分鐘 好先這樣 待會回來 兩分鐘到了我先關火 關火一定要先讓它停止旋轉 然後呢 這個鍋必應該很燙 所以 我們打開的時候要小心要戴手套 好我已經準備好手套了 我輕輕的把它打開來 哇 好酷喔 可以看到玉米了 我們看一下玉米現在是什麼狀況 因為我們現在才兩分鐘而已 它已經有那種 炭烤的香氣出來了 然後我們就照 苦醬料 好 給一下醬料 好囉 我們讓它再煮 三分鐘 轉動 等一下見囉 好的 現在最後的小火五分鐘已經到了 我們先關火 然後要記得戴上手套 手套戴上過後呢 關掉它的旋轉功能 好旋轉功能關掉過後呢 因為蓋子也會燙 所以一定要記得要戴手套 然後把蓋子打開 哇 香噸噸的夜市烤玉米出爐囉 我們來看看我們的烤玉米長什麼樣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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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真的有模有樣的喔 吃得很用夾子不要用手 咦 就是夜市的燒煩杯耶 一模一樣 好香喔 好香喔 所以用我們的伯格爾 360度的轉烤鍋 如果在自己在家或者是去露營啊 就是戶外烤肉啊 簡單就可以烤出烤玉米 而且根本就不用弄的 就是還要弄什麼生炭啊 什麼之類的 戶外烤肉我們最麻煩的就是生活 不用生活用這個旋轉烤爐 就可以烤出夜市的烤玉米啦 是不是很簡單呢 下次我們在做其他料理的時候 再分享給你們囉 而且我完全不用理他耶 我只要計時就好了 哈哈 太棒了 分享給你們 我待會來吃吃看好不好吃 哈囉 我是老師 剛剛跟你們介紹的伯格爾旋轉烤鍋 我們的烤玉米出爐囉 我現在就要來吃吃看 烤出來的烤玉米有沒有像夜市的烤玉米呢 看他的玉米就是跟炭烤的一樣耶 就是夜市的玉米啊 成功 不小心胡椒卡住好臭 拜拜